大家好,我是Joseph 到了时间来检视一下我们XLU的部位 首先来看一下这个获利曲线 那到了今天呢 因为XLU涨到了59左右 那我们原本设计57.5 收了1.5左右的权利金呢 所以现在Δ已经非常高了 已经到价内了 那这个θ所剩的是时间价值呢 已经非常少了 在这情况下呢 没有必要再继续为了这几天 然后不做进一步的处理 那现在是59.4.05的话呢 那我们看XLU的部位 那我们整体部位还是赚的 只是少赚一点而已 整体部位呢 依照这个部位图来看呢 是大概5% 那这时候呢 我们就要RAW 就是把这个部位关掉 那本来是1.5左右 那现在要用1.8级来结算 那我们要 接下来要决定的呢 就是我们的后面的这个东西 我们后面的这个呢 是59 那这里有两个选择 你可以选择 应该说你有很多选择 你可以选58.559跟59.5 这时候呢 就看你的outlook是怎么样啦 在整体来说呢 现在Joseph是会选择来看这个 58.5的部分 就是在价内一点点 58.5的部分呢 就是说呢 我觉得在接下来的时间呢 不会涨过60 那涨过60呢 这里呢 其实只差2%而已 其实是非常近的 如果是59的话呢 那就是60.2 嗯 其实没有太大的差别 所以在这情况下呢 Joseph可能会选择58.5 那主要就是5月开始了 那5月开始呢 这个没有这么多财报的情况下 美国经济会不会重启 那重启之后呢 会怎么样呢 不好说 连这个电信商 稳定的utility的company呢 他们都这样减的话呢 所以这个部分呢 会怎么样呢 还挺难说的 所以Joseph呢 打算做一次价内的 来看看这个情况怎么样 这样是 这样的好处是呢 如果在跌的话呢 会有比较多的protection 那点59的话呢 就是你在上涨的时候呢 你会赚比较多 但是跌的时候呢 你的保护会比较少 所以呢 我们打算来做这个部位 所以呢 在这里呢 是加1-1 那这个Action Network Explorer呢 它有个好用的功能 就是commit 这里呢 可以直接send without save 所以这就是我现在会做的部位 那这里有一个好用的功能 就是commit啦 这里你可以看到大概的价位啦 那由于这里是收要1.8级 那但是你卖的时候是1.5级 所以 1.5级呢 所以这一次是debit 就是说你要负一点点 好 你自己可以在这里按send without save呢 就会连到我的interactive broker 然后下单 所以我大概会在点30这个左右的价位等一等 那这是这一次的影片 下一次大概在一个礼拜 如果价位没有变动太多的话呢 我们再来检视一下我们这个部位 我是Joseph 我们下一段影片见 今天 我看了一下 可能就能够